我还觉得就是 你像我刚才听Eva在讲 有些信息我们也不知道 就没那么清晰 但他这个一讲这么专业这么深入 实际上有一个叫我们叫education 一个陪审团队有一个education 告诉他们 中共国就是这么去运作的 之前你在庭上 比如说看到001文件 听到CCP 现在详细的给你描述一下 CCP是怎么运作的 而且跟郭县你刚才说的铺垫 跟郭县有关联 你比如说他说 打压异己分子 海外去追 然后通过间谍去瘫痪 你像郭县过去的律师事务所 被整个瘫痪了 电梯 就这些具体化的 就让大家知道 共产党是怎么运作的 他是可以做到的 他是怎么做的 谁来做的